佛菩萨印花在摄法界,没别的事情 他对摄法界有所求 他是纯粹来帮助众生的 帮助众生破灭开悟 帮助众生历苦的路 那破灭开悟 完全落实在教学 善教学的人一定是一身作则 做出榜样给众生看 众生自然去觉悟 觉悟一定向菩萨请教 请法 菩萨再为他开导 用言教 用身教是借引他 引导他 齐心发愿 然后用言教 教导他 破灭开悟 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 地球上 受科学 四百多年的影响 大家都相信科学 科学最重要的是拿证据来 什么都要证据 没有证据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那我们晓得 圣贤的教育 能力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古时候没问题 为什么 人人相信 大众都相信 大众都相信 相信的人太多了 彼此互相都可以做证明 今天这个时代 相信科学 不相信祖宗 不相信有圣人 不相信有宗教 不相信有鬼神 不相信有上帝 这事情麻烦了 如何教他相信 是今天唯一的方法 做实验 要找一群 已经相信的人 大家在一起生活 把佛教的教育 做出来给大家看 把伦理道德 做出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了之后 感觉如何 如果觉得是比现在社会好 今天社会 是个动乱的社会 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 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 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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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间 是护注明明的社会 这两个人说明明是正在一起生活的工作室 就有选择 不用这个方法 祖宗留下的教会再好 佛菩萨教修再好 没人相信 从哪里做起 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 本身没有做到 你不能影响别人 所以要从自己做起 我们才能够应激 随缘 仆作 绕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